曾宇慈就是因为被酒驾驾驶撞到才会重伤脑死 昨天柯文慈在曾宇慈的追思音位上面表示说 已经跟院内同仁商量了 准备要成立一个酒驾防治基金会来预防悲剧再度上演 柯文哲说不可以让曾宇慈白白牺牲 要为他留下一点东西 所以基金会成立之后将致力推广预防酒驾 柯文哲建议可以参考美国 强制安装酒精侦测器的做法 汽车必须要侦测 驾驶人没有任何的酒精反应才可以发动 而且餐厅跟酒吧也有责任要代替酒醉者来寻找代理驾驶